大家好 今天又要分享 生活中有趣的小玩意兒 我又要開箱了 今天難得啊 難得什麼 我們看一下右手邊 看到右手邊嗎 這個是窗外 今天居然 大白天我就能開箱 好難得 我今天大白天就要開箱了 真的很難得 平常非常忙碌 忙碌的 情況到匪夷所思的地步 好 那今天要開箱的東西 它依然是一個 包包 那我這次買了 多了點買了好幾樣 那我 等一下開箱的時候再跟各位說明 為什麼買這些東西 那 你看到現在我們桌上 這麼多的 堆滿的東西的話 就知道我等一下的開箱的話 是一個大陣仗啦 會跟大家說明一下 為什麼做這樣子的購買 以及它的功能是什麼 那我可能會把一些東西放進去 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前幾天的話 有開箱的這個pulch 這個是奧帕卡 那這個也是一個pulch 他們都算是tiny 很小啦 那很小的時候的話 但是越小東西的話 它越能夠帶在身上 我們玩EDC的人 東西是還比小比輕的 那我還是在一個 正中介紹這個 這是我現在目前 隨身EDC的組合 總共只有170公克 非常的棒 我改天的話會跟各位分享 我如何 這裡面裝了什麼 以及它在生活中可以帶給我什麼 那我們都盡量的在 在重量的部分 然後做有效管理 還有它的體積 這個應該是我 這幾年來 對EDC的涉略 然後做出來 一個最完美的組合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或許你們也可以跟我一樣做 我感情再跟各位 好好的錄這段影片 那我今天呢 做了這個開箱的話 其實我同樣還是買了他們家的產品 那因為他們家的這個產品 有一個叫做HUB Kitchen System 這個我很喜歡 為什麼呢 我們玩EDC的人的話 所有的功能性 都遠不及攜帶性 你要能夠攜帶 才叫做Everyday Carry 才叫EDC 你不能夠攜帶 它就不叫EDC Apaca他們家的這個Kitchen System HUB Kitchen System 可以說是完美 這是一個最完美的 隨身EDC的解方 它是一個攜帶的解方 我們這樣子的東西的話 不要再放在口袋裡面了 我告訴你 你們一開始 想的再美好 一個月以後還會帶 半年以後還會帶 五年以後還會帶 這樣子的東西 才叫做最完美的配置 你如果說 今天我只是說 剛買來以後 一時興起 然後呢 我只用個幾天 例如像這種東西 這個叫 Lesserman Charge TTI 我相信每個人 玩工具的人 都有這個東西 但是這個250克 你到底會帶它出去幾天 我非常懷疑 好 那事不宜遲 我先來做開箱 那這個Apaca公司的話 我在前面的影片 已經跟大家做過介紹 Apaca就是羊駝 在我們台灣的話 羊駝就是草泥馬的意思 那這是一個大陸貨 但是掛美國品牌的公司 然後他說他在澳洲設計 那事實上 我跟他們買過好多次了 都是從深圳寄出來的 廣東、深圳市 都是從深圳寄出來的 所以說他其實是一個 不折不扣的大陸品牌 但是沒有關係 他東西設計得很好 這個東西 這事情我就不太 到底是 中國品牌還是美國品牌的話 那就不是很重要了 好 我趕快來把它開箱 那我現在還是用Charge TTI 好 把它打開 我還是一如往常 我都是習慣跟大家一起開箱 那一起把它打開的這個瞬間 那一種 欣喜的感覺的話 有人跟大家同步 那他們一直以來都是用順風貨運 其實我對順風貨運 哈哈哈哈 好了 這個就不再多說 不自可否 好 那我們繼續開箱 不要講那麼多題外話 我這次一次買了蠻多商品的 其實Alpaca的話 他們家的折扣不算多 那因為我是常客 所以說他們有時候的話會給我一些折扣的 那個Coupon Coupon Code 不過他的Coupon Code 差不多也是20%25%而已 對 所以 常客券的話 我不知道他生日的時候 會不會再給多一點的折扣 不過他們折扣一直都不多 對 好 來我看一下他要什麼 這個 好 對沒有錯 我這次買蠻多的 這是一式開箱會開很多 然後 我盡量的跟各位做介紹 你看他上面寫什麼 他上面寫長帖 這不折不扣的大路貨 這是他們的ModePanel Max 我是買長的 我等下跟各位說這個東西怎麼用 這是第一項 來 我看還有什麼 好 太好了 這是Lip Podge 那我這次買的話是一個墨綠色的版本 墨綠色 那我上次買的話是黑色 不過這是Zip Podge Pro Pro的差別的話跟Zip Podge差別在哪裡 我等下會跟各位說明 來我看一下接下來我會拿什麼出來 好 很好 Kitchen 這是一個Hop Kitchen System 那Hop Kitchen System的話 這是我買第二次了 我很喜歡他們家這個Hop Kitchen 我剛已經說明過了 我等下會再跟各位做示範 來我看看還有在拿什麼 欸 很好 這是我的另一個 我又再買了一個 Zip Podge Pro 那這個呢是石板灰 石板灰的顏色 灰色 那灰色的話跟黑色 差別在這邊 我買了第二個 大家可以知道說我對它有多麼喜愛 而且我太滿意我現在目前的這個隨身EDC的一個 這個整個是Module 這個整個是這個結構 這個架構我非常喜歡 改天跟各位分享啦 這是太棒的一個組合了 我這個影片的話還要置領 好我接下來再拿到什麼呢 當當 這是啊 Modular Slim 這是可以放手機的 我一樣是買黑色 為什麼我買黑色 我等一下也會跟各位說明 好這是 呃 它一樣也是 VS21 它是Codura的 那個 那個 Nyland 這是一個很好的材質 很輕又耐刮 好 那很多的EDC的YouTuber 已經都說明過了這個材質的好處 它是VS21 所以說我等一下我就不贅述了啦 好 這是我看還有沒有 呵呵 像摸彩一樣 好 沒錯 ZipPouch Pro 我這一次一次買了兩個 一個是灰色 一個是黑色 那你想說我本來就有黑色啦 我為什麼再買一個 我跟各位說明齁 一個東西啊齁 你開始很愛它的時候的話 你就會想要買買第二個 當你買到第三個的話 這真的是對它有很深的感情 呃 我真的很滿意 我現在目前的這個System 我玩EDC已經很多年了 我第一次 對我的配置感到滿意 然後它的這個Pouch 佔手工 要不然的話 我所有東西的話 其實我的 瑞士小刀 我的筆 然後呢 這一個Prior 這一個 Nypex Prior 這個Cobra 這也沒什麼稀奇的 每個YouTuber都在用 然後呢 這一個 Roberon 的 A8X的 手電筒 這裡沒什麼稀奇的 每個人都在用 但是 是因為這個Pouch 讓它組合在一起 所以說我改天會好好的介紹它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 ZIP Pouch Pro 所以說我又再買了 因為我很怕有一天 我突然把這個東西弄壞了 或者是遺失了 但是我再買不到第二個 那我會非常傷心 所以說我必須要買的 我看還有什麼 好 全部都到齊了 好 來 我一個一個跟各位說明 我這次要的主角的話 這個 ZIP Pouch Pro 我下次一併的做介紹 在對它做詳細的講解的時候 我的隨身的EDC系統 改天對它做詳細講解的時候 我再詳述ZIP Pouch 好 ZIP Pouch Pro 我今天主要的主角會跟各位說明什麼呢 我會跟它說明這個 HUB System 跟這個 它算是手機包 它這邊也寫中文了 然後 它叫做Modular Modular Sling 它算是一個鞋背包 這兩個會是我們今天開箱的主角和主題 好 那我就直接來開這個Modular Sling 這個Modular Sling的話 它的這個材質非常好的 它是VX21 好 那我們從VX21的話 這個帶子我先放旁邊 VX21的話 它這個材質的話 就跟我這個一樣 這是 Air 這是另外一個品牌 叫Air AIR AIR 這個我印象上 我應該是不是也有開箱過 我不知道 影片錄多了以後的話 沒印象了 如果沒有的話 改天補 Air Day Sling 2 這是一個 而且它是 S-Pack S-Pack的版本 它裡面是橘色的 S-Pack 所以說它很輕量化又耐刮 這是一個我非常喜歡的Sling Sling Sling包包 所以說 我們這一個 我這一個就是 為什麼我買黑色 因為我希望跟它搭成一組 好 然後呢 我在這邊把它別上去之後的話 因為它後面有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結構 我可以把它別在這邊 讓它會成為 好像是一個 同一個商品的那種感覺 我想要把它當作 擴充 擴充包的一個用途 那這個Sling的話 它 等一下 喔 好 它的袋子 我想應該放在裡面 果然啊 它的袋子放在裡面 嚇我一跳 我以為它這個包包裡面 忘了付這個袋子給我 這是它的那個包包袋袋子 好 那這個Sling的話 它主要是要放手機用的 它就是要讓我們 然後在 出外的時候 或者是我們在旅行的時候 我可不可以用一個 最minimal 的方式 來攜帶我隨身的物品 我們現在啊 在都市裡面 最重要的隨身物品 就是手機 那我們有時候的話 為了帶一個手機 帶一個這樣子的包包出去 當然啦 這個Air的Desling 2 它也是非常compact 非常緊湊 但是如果說 我可以再緊湊一點的時候 我可不可以有其他選項 或者是說 我說我帶這樣子 因為它這個只有4.5升 坦白說 我很常帶它出門 但是我覺得它的容量的話 如果說能夠再用一個 模組化的一個擴充的話 會更好 因為我們有時候的話 會帶東西比較多 那我就可以做一個 模組化擴充 所以說 我不可能說 我 always 帶這樣的東西出去 那我要帶一個手機出門的時候 什麼是最佳方案 我就找到了它 那 第一個是它的材質 是非常棒的 它這是 它裡面是不是橘色的 我看一下 好 它裡面是橘色的 所以說這個也是所謂的X-Pack X-Pack X-Pack X-Pack的話就是說 它的這一個外面的話 它是用VX21的材質 它非常輕量 非常非常的輕量 那又耐刮 而且呢 又防水 又抗紫外線 所有的好處都被它冒進了 那所以說 它裡面的話 這橘色是幹什麼呢 因為你橘色的時候 會跟我們的物品 產生很明顯的反差 我可以在裡面很輕鬆的 可以找到我攜帶的物品 在這個橘色的這個反差下面 好 那我來介紹一下它 這個應該是我們今天開箱的主角 那它的話 我希望 因為我的手機 是一個大手機 HUGE 大家伙 這是誰呢 這是Samsung的S23 Ultra 它是Ultra 我們看到它有三顆鏡頭 這是Ultra 這是Samsung的手機裡面的話 它是體型最大的 那它甚至還比iPhone的14 Pro Max 還要再大一點點 那 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我在市面上找到 找了很多的手機帶 我們都沒有辦法找到一個 它很合適的手機帶 而且我希望說 我帶了一個手機帶之後的話 它還可以幫我裝其他東西 那我可以讓它成為是一個隨身的Slim 這樣子 好 我看看這個S23 Ultra 因為我看很多影片 但是沒有真正放S23 Ultra 只有放iPhone14 Pro Max 他說這個蓋子會蓋不起來 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我希望不要是 還可以 我送了一口氣 我送了一口氣 因為有人很多講 因為這邊是一個磁吸系統 你有看到這是一個磁鐵 這是一個磁鐵 所以說我很希望說 因為我們在旅行的時候 或者是說我們在戶外行走的時候 我們會帶著手機 而且手機它現在的功能 它對於我們在旅行的時候 或是在都市裡面穿梭的時候的話 它重要性太重要了 它可以導航 它又可以拍照片 那S23 Ultra的拍照的能力 我就不多贅述 網路上很多的影片可以看 它的拍照能力很好 所以說你會很希望 能夠很靈活的可以取用它 然後取用它的時候 你不要再用其他的這個方式 去扣上它的扣子 用磁鐵的方式去吸住它就好 好 很好 它可以扣上了 而且我這個套子的話 也不算是一個很小套子 所以說我可以連著皮套一起來收納它 我非常的放心 我很怕說它會扣不起來 因為iPhone 14 Pro Max 比這個S23 Ultra再少一點點 再短一點點 那我在網路上看到一些影片的話 它說東西放多了以後 iPhone 14 Pro Max的話 它會改不起來 那我很怕我的S23 Ultra 從來蓋不起來 所以說我看到那個YouTuber的 iPhone 14 Pro Max 蓋不起來 有可能是因為它皮套太厚 那我的皮套比較薄一點點 那蓋得起來 那不錯 那我再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從外面介紹進去 它的背後的話 這兩個位置的話 是要讓你扣它的這個吊帶 它這吊帶的話 我在想應該是2.5厘米的 2.5公分 那2.5公分很好 因為2.5公分的話 它剛好是Mori Mori系統的寬度 我看一下 我這個就是一個Mori系統的寬度 然後這個是Nightcore NU05的一個這個鎖電筒 那它剛好可以跨在25厘米的Mori的那個環上面 好 很好 它的寬度的話 剛好就是25厘米 所以說25厘米的這個Size的話 它可以有很多的東西可以跟它做符合 我們可以用Mori系統 那Mori系統是什麼的話 我就不再追溯了 因為這樣子的話 影片會相當的涌長 好 那 所以說它這個25厘米相當棒 你的一些Mori系統的東西 都可以放得上去 好 然後它的話 是要讓你這樣子 能夠扣上去 其實我說實在 一個產品 它如果說是一個好產品的時候 它很多的周邊都要做配套搭配的 它的這個袋子也做得很棒 我們這樣把它打開之後的話 它可以這樣扣上去 而且它會帶給你一種牢靠的穩定感 好 然後呢 你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你就擁有了一個背帶 好 那這個背帶的話 它當然可以調整你長度 好 而且它的這個寬度的話 又不會太寬 不會讓你覺得好像身上帶了一個 一個很厚重的東西在身上 好 對 當然了 如果說它能夠再 能夠佛 我們所謂的這個 Hub Kitchen System 的話 又更棒了 但是我能夠理解 為什麼它這個產品線 它不是做 Hub Kitchen 的產品線 因為 Hub Kitchen 產品線 就是要做小的 就這麼小 它才叫 Hub Kitchen 它才能夠扣在你的腰帶上面 它才能夠這樣子 對不對 那你這個東西的話 你 加上它的這個帶子 還有它裡面的內容物的話 它勢必會很重的 尤其是我這支手機 是 S23 Ultra 這種大手機 所以說我光這樣就已經很重了 所以說你要掛在腰記以上 是確實是比較勉強 好 那我把這個帶子 我把它拆掉 再給各位 跟各位介紹一下它的其他的一個 先把它拆掉 會比較好講解 好 那我們看它的背後 它背後的話 它是一個 它是可以讓你別在 其他包包的 背帶上面 這不錯 如果這裡能夠 也是 For Mori 系統的話 會更棒 好 很可惜 它沒有 For Mori 系統 然後它也可以讓你掛在 腰帶上面 可以讓你扣在腰帶上 這個的話 是不錯 如果你在旅行的話 它是不錯的 然後它這個產品的話 好 我們接下來就往下看 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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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阿帕卡 他們家的這種 這種 Slim 像它的另外一個產品 叫 Vertical Slim 它有一個特色 就是它會讓你 打開的時候的話 你可以用俯瞰的方式 打開的時候 你用俯瞰的方式的話 你藉由前面的這個 手機的重量 它就會往前倒 你就可以再從上面這邊 直接看到我的內容物是什麼 就可以掛在腰上面 就可以取用裡面的東西了 那為什麼我會很喜歡 很希望買到這一個 Modular Modular Slim 因為我平常的話 很喜歡這台相機 這台相機的話 叫做 Casio TR-80 它是自拍神器 它拍的照片的話 這是自拍神器 所以說會有一些 很不錯的效果 那 所以說我出去旅行的時候 我往往會帶著它一起出門 那我有多喜歡它呢 這個東西我有兩台 其實我有三台 因為有一台是全新的 全新是收藏用的 所以說我沒有拿出來用 所以說我就沒有把它打開了 那我有一個一黑一白的 這已經是使用過的 所以說我就 我每天 我幾乎去到哪 我都會帶著它 因為它的照片我很喜歡 對 然後我是一個很喜歡拍照的人 好 那我們就這樣子 給它放進去 你會看到有一個空間 是可以很方便放著它 所以說 其實對我來講 我出門 我一定要解決掉 我的手機 跟這一個相機 好 的空間 我把它們解決掉了之後的話 我其他的話就很方便了 那 我可能在這裡面的話 它也可以讓我們放什麼 它會有兩個 兩個這個支帶 這個 扣的 而且它是大的 所以說你 你 maybe 可以帶這個 Lesserman的 TTI 這個 Multitool 不過說實在 哇這250公克 真的我很久沒有帶它出門的 真的這是 這是折磨 好那所以說 我們至少出門的時候 我還可以帶這個 好 這是我最喜歡的瑞士刀 因為瑞士刀相當的多 所以 我最喜歡的還是這個 Compat 好 那我們可以放一個它 然後呢 我們出門的時候的話 我還必須要帶一個Prior Prior就是鉗子 鉗子的話 我現在都是用它了 我現在也不用 很少使用那個 Lesserman 我們就可以這樣把它放進去 還不錯很不錯 甚至的話 而且這些都還有一些空間 我可以放一些 我的行動電源 好 然後 我可以放這個是固體的 香水 好 香水 那這邊的話 我還可以放一本 我的護照 假設我出國的話 這裡可以放一本護照 大家有看到嗎 這裡還有一個空間 可以放一本護照 所以說 你這個的話就會變成是 你一個很好的 隨身使命方案 哇好重 哈哈 好重 對 這會就是 這會成為是你的一個 很棒的旅行的時候的 隨身的使命方案 難怪它沒有辦法做 T-chain system 這樣太重了 這裡的話 我已經估計應該是在 600克到800克之間了 好 我改天會拿襯子 我們玩EDC的人 所有東西都要襯襯 好 所以說它必須要用 扣環的方式 做Slim的方式 做攜帶 它沒辦法掉在腰上 這真的是太可怕了 哇 好重喔 這沒有比我想像中的重多了 不過 這個包包的話 我還蠻喜歡的 因為它剛好解決掉我很多的事情 我的手機有得放 然後呢 我的自拍神器有得放 然後我還可以帶行動電源 我的香水 然後我的Multi-Tool Multi-Tool 可以做很多選擇 而且我還可以帶上我比較大隻的 我還想沒有辦法再做大隻了 我的那個 這個叫什麼 Freshlight 那個 手電筒 然後呢 我們的一些充電的設備 像In-Charge 這樣子的東西 我也可以把它帶著 所以說 它提供了一個很棒的一個方案 作為我們在旅行的時候的一個 一個 一個攜帶的組合 這樣子 非常好 我非常滿意 而且我很高興我買了它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把它放到旁邊 我們這影片又拍得太冗長了 我來介紹這一個 Harvard System 它叫做Armode Panel Mask 那它是什麼呢 跟各位介紹一下 它是一個磁鐵 一個鐵棒 一個鐵條 那鐵條的時候的話 它跟你講說 你要移掉它後面 Adhesive Covering on the back of the Mode Panel 然後把它貼在牆壁上 或任何一個你想要它存在的地方 Remoable In-Charge 它就是一個 我看 In-Charge 它說 它說要用一個牙線 或是一個釣魚線 或是一個釣魚線 Wire 這樣子 穿過去 它就可以拆下來 Revoable In-Charge 就是說 假設你要把它從牆壁上移下來的時候 你可以用一個牙線或是釣魚線 把它這樣刮下來 好,謝謝你 好,謝謝你 好,那它的話就是像這樣子 它這邊還有一個Mark寫Apocar 它後面的話是用3M的雙面膠 好,那我現在在這邊的話已經準備一個雙面膠了 它比我想像中還要小 我這裡已經是Max 已經是最大的版本了 對,這是Max 我還以為它記錯了 我在網路上看起來的話會比較大 好,那好 我把它黏上去 我這邊已經準備好了 就是 我的這一個 這是一罐紀念酒 這是我2021年吧 金門馬拉松紀念酒的罐子 因為它這樣才夠重 它就可以當作為一個示範 那我們把它黏在那個 這一個箱子上面 裡面因為有一罐酒 所以說它有點紮實 那我們會怎麼使用呢 例如像我這樣子 我是不是出外的話 我就帶著我的這一個Zipwatch Pro 然後呢我會有這個Hegen System 那這一個的話會在我的腰帶上面 對不對 好,然後呢我回到家的時候的話 我的腰帶跟我的這個褲子 我一定會放在其他地方 然後我呢 我怎麼樣能夠在家裡面完成收納 我這樣把它扣在牆壁上 它就會留在 掛在像一個鑰匙 鑰匙的那個collection 就是一個收納器 我們就可以這樣子掛在牆壁上 那 而且我在回到家的時候的話 我這邊還買了它第二個的這個Hub Kitchen 太好了 我太滿意它了 太滿意它了 我就把它打開 並把它拿出來 這也是一個太棒的東西 整個完美 我很怕我未來日子 萬一沒有怕怎麼辦 然後呢我一樣也是把它拿下來 那我們通常的話 像這個也是for Hub Kitchen System的 通常小東西才會啦 這是Hub Pouch 我在上次開箱已經介紹過它了 它怎麼用呢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把它打開 你可以把這個環取下來 取下來 取下來之後的話 你把它套過去 所以說它可以用在很多的設施設備上面 不見得一定要for Hub Pouch 它的產品 等一下要把它拿起來 東西掉了 好 然後呢你這樣子把它扣上去 把它扣回去 把它扣回去 它有點彈性 那你這邊的話 你可能第二個Pouch 回到家的時候 你就這樣把它掛上去 然後呢他們Hub Kitchen System的話 它有出很多配件 包含呢太陽眼鏡的套子啦 你的識別證啊 然後呢你的那個 酒精瓶啊等等的話 它會有很多套件 套件你就可以這樣子回到家 就往牆面上一扣 那這樣子如果說這個是MAX的一個版本 它原則上可以扣 它官網是說可以扣到六個 我是覺得有點勉強啦 可能三四個可以啦 就像這樣子 這就是這個MAX Panel 然後我是MAX大的那個版本 那我通常加印什麼呢 這是ZipPouch 它不是Pro 像我今天的話 是不是又同時帶的 這兩個是ZipPouch Pro ZipPouch Pro跟ZipPouch 它在Size上面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Pro的話 它有多了三個外口袋 它有三個外口袋 來我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個就是Pro Pro它有外面有外口袋 然後我通常都會 再加上我的Multi2 對 都在我的包包裡 所以說 我這樣子的話 它就會有外口袋 這個叫做ZipPouch Pro 這個ZipPouch 它是沒有外口袋的 那沒有外口袋的時候的話 我們會怎麼使用它 你想說沒有外口袋一定比較差 不見然 不見然 因為我跟各位講一下 ZipPouch要怎麼使用 它一樣 這個是我們很熟悉的 它裡面的話就是有兩層隔層的 這是讓你放證件 然後讓你放信用卡 然後讓你放錢 然後前面的話 這邊就會有個口袋 可以讓你放一些工具 那它裡面的話 一樣也是橘色的 那外面的話也是VS21的 Nylon 尼龍 然後它我是買墨綠色 那你就可以把一些比較小的 像這是51厘米的瑞斯刀 這個是MiniChamp小冠軍 很棒的一個瑞斯刀 你可以把它放進去 然後呢 你也可以放你的 這個 比較小的 我這是銅的啦 銅的那個FreshBite 這是手電筒 我這裡有開箱影片 大家可以到我的影片裡面去看 你把它放進去 然後呢 我們通常啦 如果說是這麼小 這麼小的便析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再放Multitool 就是我的 或者是我的Prior 我的前置 我們通常就會帶一個翹棒 這翹棒的話是 Curshaw的PT2 我同樣的也已經有開箱影片了 大家可以進去看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放進去 你這樣子一樣 也是一個隨身的EDC系統 其實它還有容量啦 它有容量 我們可以幹什麼呢 我可以甚至 我可以把我的這一個 機輪 好 機輪 Racket 也把它放進去 好 然後呢 甚至我可以帶一些Bit 我可以有一些Bit 我也把它放進去 這是Latherman的Bit Latherman Bit 好 我把那個外六角跟 Starshape 把它整理起來了 這都是雙頭的 所以說這邊有 八個Starshape 這裡有八個外六角 對 內六角的螺絲 我一樣把它放進去 所以說一樣 我可以在一個很小的空間裡面 達成什麼呢 達成我的Multitool 達成我的EDC 甚至我在這個空間裡面 我還可以放我的一些 水深的藥品 或者是說一些膠帶 等等的 我一樣也可以當成一個水深的EDC 當然它 你說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 我既然有這種大的 我為什麼要用小的 例如像我的Multitool 我可以用一個 91厘米全尺寸的這個 我可以用一個全尺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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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士刀 我為什麼要用一個 51厘米的MiniChamp 不一樣 對 其實它 小 它有小的賣點 你用的這一套 這樣子是170克 你用這樣的情況 你很有可能 在70克 你就可以解決它 你一樣可以達成生活中 然後EDC的一個攜帶 然後呢 你用這一個 Pride bar去取代你的Prior 其實我說實在 當然 你用這個的話 是沒有辦法完全取代 至少 你用很輕的方式 去達到EDC的一個效果 其實這也不是一個不好的選擇 所以說 我們EDC在玩的時候的話 有很多種玩法啦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 Zipwatch 雖然它沒有辦法 有外口袋 可以帶更多的東西 但是 其實它也可以是一個 不錯的EDC的選項 所以說我還是把它帶了 那 既然呢 都已經影片錄到現在 已經31分鐘了 我繼續把它講完 那 這是我的Zipwatch Pro 這是一個石板灰的顏色 那我把它打開看 今天太舒服了 今天買到很棒的東西 然後 我整個 新滿意足 來跟各位比較一下 這是 黑色的 那這是 石板灰 那你說 哪個比較好 說實在話啦 你現在 很難說耶 因為這一個黑色的話 它相當的 它具有光澤 它有光澤感 所以說它的質感非常好 它是亮面的 那 石板灰的話 它就沒有這個光澤感 但是 石板灰它帶一種時尚感 所以說 我想說 也把它買了以後 有時候換個口味 是這樣子 好 那我先回顧一下 我們今天開箱的東西 有哪一些 我開箱的東西的話 第一個 我開箱了 這個 還是好重 這一個叫 Apaca 它是 Modular Sling 它這樣的一個包包 它可以讓你帶手機 可以帶裡面 還可以放其他東西 而且它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水深的Sling包包 然後它還有背帶 這背帶也是非常棒的 好 這是我第一項開箱的東西 第二項開箱的東西的話 就是 我的那個 Mass Panel 也就是我現在在這個地方 掛的 這是 2021的馬拉松 金門馬拉松的紀念酒 因為我有玩賽 半馬 有紀念酒 所以說 我們也算是一個 馬拉松的選手 好 然後呢 這裡面的話就是 這是我的第二個開箱的 叫做 Mass Panel Mass 然後呢 我也有開箱的 這個是 Zepwatch 然後這是 Zepwatch Pro 就這樣子 那今天呢 非常的豐盛圓滿 非常喜歡 好 我們的開箱影片呢 就到這邊 我下次再跟各位介紹其他的好東西 謝謝 我們下次見 謝謝